天文台朝早在市區錄得最低7.4度 是入冬以來最低 無人冷天氣警告是繼續下降 天文台說本港今日天氣嚴寒 預測最高氣溫借得大約10度 持續受到強烈冬季季後風影響 加上下著雨 其實看回整個華南地區 天氣都可以說是一個嚴寒的狀態 今早早普遍氣溫都在8度以下 已經是入冬以來最低的紀錄 預計明天星期四 天氣仍然會寒冷 最快都要去到接近周末的時間 當季後風稍微溫和之後 我們的氣溫才有機會略為霉升一些 早7點 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的 大約500人入住 蔣正安居協會由午夜至早6點 收到81宗案動平安中求助 今日是大年初三尺口 不少市民仍然在嚴寒之下 去到車工廟參拜 車工廟就通宵開放 我和在那裏的陳嘉欣談談 早上陳嘉欣 早上的人流是怎樣呢 是呀 早上鄭水文 我們看到車工廟外面 暫時都未見到人龍 我們和一些廟竹談過 根據去年的經驗 大致上9點到10點就開始會有人龍出現 不過由於今早上天氣可能是太多的關係 我們都預計那些人可能會晚一點才來的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廟內的環境 其實見到越來越多的善信 我們是首駕著風車和香竹 就入到車工廟裏面拜車工的 同時亦都轉一轉風車 希望今年能夠行一個大運 說回今天的安排 其實車工廟由產品11點開始 已經是通宵開放給善信進來參拜 就會直到今日下午的5點半 現時其實廟外面其中一條行車線 已經是封了 而亦都實施人流管制 行人是需要單向行走管制的 各位報導是這麼多 先交給新聞報